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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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无益无利 无利 无利 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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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利 就是没有利益的 就是没有利益的 就对我们帮助不大的 没有什么帮助的 没有意义的 就像你举一只手举一辈子 那有什么利益 没有利益 那你一天 你一天只吃一粒麻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那他重点不是你不吃 不是你吃的少 而是你不贪着吃 重点在那个心 重点就像吃跟不吃 那么过午不食好了 那重点不是不吃 重点是不贪 那你为了因为过午不食 所以你中午吃很多 吃三倍四倍 那你把晚上要贪的东西 搬到中午来而已 你的心真贪了好几倍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重点是不贪 重点不是不吃 不是吃的多吃的少 是烦恼多 跟烦恼少的问题 你看到好的不好的 好的起贪 不好的起签 好的你就贪心 好的你就清紛心 愈多好的你贪心就愈多 愈多的你清紛心就愈多 重点是烦恼坐和坐 不是东西坐和坐 不是东西越窄 烦恼就越窄 不一定 所以 他的修行重点就是 要有意义 就是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对你的收行有帮忙 有利益 就是这样做 这样是有道理的 这样就是说 你要了解先了解他的道理 知道我们是怎么要这样收 其实像我们 像我们很多的修行 其实我们都不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时候 我们很多修行 都不知道是怎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做修行就这样团 大家都这样做 就要这样做 没什么要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多事 以前传下来就这样 你说像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 比如说 我们七月买到 要做葡萄 或是说 我们做G6 那水路都要 都要造一条船 有没有 做一条准 那准到未来都要放火烧 那是怎么做那条准 那真的坐准去的吗 那坐准也要放海铃 是要用火烧 要用火化的 这种东西是怎么 你再做滚才买不 十只买了 一平五只 那黏的功德 我们收到多少人来收 到一个桌上收 再买一条书文 要放火烧 把这里说到 让这些 让这些 爪人 买去 买去 让佛党知道 那真的是这样 我们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们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不知道 以前的人就这样团 以前就这样团 就来 是不是 就这样做 所以像我们做很多事 其实我们很多修行 我们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要这样做 你说人翁生 我们就要念那 我们要念那 念那酒 要念那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要念那 念那 干露水针眼 要拿后就会打开 开烟喉针眼 干露水针眼 這人死,後來就不會去塞掉了 人死,那大家死都做鬼嗎? 那後來大家都不會開嗎? 但是不管他怎麼死的,你都要去念那個 是不是?你的佛寺裡面都有那個 對不對?你如果每次去做都要去念那個 開煙盒蒸鹽,甘露水蒸鹽 還要七粒片子,讓他吃到飽 你不念,他就吃不了嗎? 那是什麼鬼在營的? 那是惡鬼,煙口鬼 就是煙口,蒸口,或是說他吃了 煙口,這三種嘛 這三種鬼,一種就是他拿後像會沾這樣 你要把它打開,開煙 一種是他吃了會變這個火 所以你要變清涼 他拿後一樣,但是他吃了會變火 像會火在燒,他沒辦法飽 一種是煙,蠟燒很大間 那後像會煙,所以你如果不開煙,他吃不下去 一種是,一種是英庫,就是說 那後生,生一粒流,生一粒農 那東西吞得很痛 所以你要把它化掉 那這種東西是惡鬼,那是很重的人 惡鬼,那真的要念他就吃下去了 那如果這樣活得時代就沒惡鬼了 那後來這麼多,請再念一個七粒片 大家也吃到飽,吃到土 但是有可能,不可能 那很多東西我們其實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做這是為什麼 但是每天做,每天做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比如說我們上經之後,做功課之後 每天活動,你的雷脅完全製作 都因為你得著效度 那真的嗎?不可能 我告訴你 活動那是什麼意思? 不是喔 不是,活動不是這種意思 不是我做的公席 我現在念經,我們有很多錯誤 我們不知道那個意義 第一就是做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就是我們不知道這樣做 我們沒有了解他的意義是在那裡 所以無意無利喔 這也是故意,收故意也是這樣 我就一直受苦,一直受苦 我喝來我就每天受用,每天受苦 這樣我就有公席了 那真的是這樣? 沒有喔,不是喔 所以,復法裡面要離開 先離開這種錯誤,你知道怎麼受用喔 那叫做無意無利嘛,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就是這個事情本身沒有利益 這不是這個得利啦 這種得利,沒有得利啦 沒有得利 沒有得利,就是像用刷去練油一樣 你用刷去練油每天練 每天練 你相信,你相信,人有心 那天下無難事嗎?只怕有心人嗎? 你讓你練到牙齒,刷也會比肚子 會練出油 不可能,不會就是不會 風範如果不得,關聯如果不得 受到死,你也是死而已而已 吃到一口,你也是一口而已而已 不行,二口滴落喔,不行喔 因為你風範不對,就用刷去練油一樣 你風範再加大,刷又沒有油 也一樣,沒有油就是沒有油 這叫做沒有意義,無意無利 沒有意義,沒有利益的事情 我們喔,受贏要先了解 這樣做是有得利嗎? 你看佛德世代喔,佛德世代 佛羅門,佛羅門大家都浸在恆河裡面沒有 好,我堅信呢 他覺得恆河是聖水 你浸在恆河裡面喔 那水流過,你虔誠祈禱 他就把你的水,不管你做多少水喔 就把你洗掉它 佛德德說了,佛德德說了 那恆河的水,哪才你神聖 這樣照理說 你一千一十五來泡一遍而已 對不對 或是一天來泡一遍而已 那恆河裡面的蝦啊 蝦啦,蝦啦 那整天泡在裡面,他就收你比得好 他醉才就掉了 他惡道眾生,那有辦法 你這四人還不一定會解脱 他每天泡在裡面,他就不知道解脱 哪有可能 恆河的水,如果我洗你的水 你每天在恆河兵祈禱 你每天在恆河兵祈禱 你的功德就有了 你的水就消掉了 哪有可能 你每天拿牛奶 他們都去供養師婆神,犯天神 那天上的神就功德給你 哪有可能 不可能 但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沒有這種得力 後面都說 沒有這種得力 也沒辦法讓你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功德 沒有啦 沒有這種得力 也沒有這種利益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很久 一四人都這樣收 收到四 收到四 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 那種很可憐 那種叫做可憐 我們不可以做這種人 我們如果對佛佛佛 我們對佛佛 我們全佛佛 就是不可以迷迷糊糊的修行 不可以這樣 哪知道哪不知道 哪知道哪知道哪知道 哪知道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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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對人 過期的人都這樣做 過去的人都這麼做 我們就這麼做 那現在大家都這麼做 我們就這麼做 那某一個有權威的人 這麼說 我們就這麼說 我們就這麼做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 一定要知道 這樣做得力是在哪裡 不可以人家說 吃這個東西的減肥 就快要來吃 吃這個東西的健康就快要來吃 你也就要說 這萬利是怎樣 你看以前不是說 什麼菜的減肥 大家要去吃到 有人中毒而已 所以 我們也是這樣 你如果種了那種邪健的毒 你怎麼搬就搬不回來了 不猜你在修行 真的 這是經常看的 有時候我覺得 有的出家人實在是這麼可愛 為什麼 這麼用功 這麼堅強 但是也這麼可憐 整人說不怕 佛講講不聽 佛講講不聽 整個瘋狂狂走 不知道要怎麼搞 很多都這樣 很多都這樣 真的佛講講不聽 你們說這也佛講的 那是你說的 那不是佛講的 那是什麼人講的 那不是佛講的 佛講的和佛講的 佛講的和佛講的 佛講的 例如說 我看很多超度英靈的 墮胎沒有 墮胎有很多超度英靈的牌位 現在以前我大學會的時候 還沒有 現在越來越多 改往生輩也是這樣 翁身輩 以前我大學會的時候 沒有翁身輩 現在 不是人在教而已 娘我教我都教 那很奇怪 我就不知道怎麼說 好 這就算了 那英靈 現在佛講有兩種很奇怪 就是 墮胎英靈的牌位有夠多 要敲打 七月敲打不夠了 那英靈的牌位 有的人墮胎 他就覺得 如果身體不好 做事情不順利 那都那 以前墮胎英靈來做稅 讓你 他要來報收 他要來投公益 都這樣 我告訴你 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不然 不然 都比這幾幾神 我就聽說 頂管的人 就是 頂管的人 不知道 就是 裝神軟過 雞鬼雞怪 裝神軟過 下面的人 也不好 就疑神疑鬼 疑神疑鬼 都這樣 幾個復告 都是鬼神 這是不好的 這不對 你說 英靈 很多人都 都想英靈的牌位 如果身體不好 家庭不順利 都沒有關係 其實不是 苦愛 有苦因 你要了解 他有一個源頭 他不是這樣 重點是你的心 那英靈 你看看 那小孩 那當然 脫胎是不對的 但是也不是這樣 不是死了 他就一直做小孩 做小孩 來把你幹掉 幹掉到你死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就去倒胎去了 他哪有可能 他一直做鬼 做鬼也不是 一直是這樣 你要看 你看 英靈 以前還沒有 現在很多 現在英靈的牌位 頭前 都有牛奶感 泡河 還有玩具 還有現在的玩具 那 如果打拼四 打拼四 都要拜 藥禪 藥禪是什麼 還要煮一個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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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對的 你如果教理這樣說 如果 藥禪變四 你不知道要用一些 胰島素燒一些給他 雅皮 安蘇要燒兩層 對不對 鐵膏要燒 那 那 那 腳鋪掉的 你不知道要燒一條倫理給他 親菜公公的 但是 現在的人都這樣 現在的人都這樣 你說 你說 你 九個娘子 四個一個往生輩 可以操生淨土 人四個往生輩也操生淨土 那 如果好營 你要做 衣服每天穿的 不管什麼時候 都可以往生淨土 那不是好營 哪有可能 你要做 衣服來穿 那不是這樣 那 往生淨土 你如果要生的淨土 你的生意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緣 他不是 我們以前的往生叫做 信願性 你要相信淨土 信要有六信 不是只有信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六信 歐伊大師說的 要六種信 信最重要的信淨土 信因信果 信事信靈 然後才是信自信他 信阿彌陀佛有這個元 信我 要去 我一定可以去 這兩種而已 還要信因信果 信事信理 得利要扮 你不扮 你不扮 翁姓 警透 必做 要有翁姓酒 要黏翁姓酒 要加翁姓皮 要收翁姓錢 就要翁姓 那慢慢就變了 這叫做什麼 沒有得利 這種叫做 沒有得利 沒有得利的事情 現在很多 我們出界人 實在 很多沒有得利 沒有得利的事情 每天都在做 當作在修行 你聽不懂 其實不是喔 這樣是不對的 要真的了解 佛法到底是給你 教我們 教我們什麼東西 我們到底真的 要怎麼修 你說要怎麼修 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修行 沒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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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煩惱 因為只要有煩惱 就會作業 只要有作業 如果生息 就是成熟 他就會受不了 只要有生死 就會有苦 所以重點 都要控制我們的煩惱 都要調校我們的煩惱 都要斷渡我們的煩惱 我們什麼時候 去煩惱 很簡單 我們對一個東西 貪戀不捨 那就是煩惱 沒有它不行 對一個人 一件事 一個東西 產生貪嗔的時候 有煩惱的時候 不知道 這是愚痴 這就是一直在作業 一直在作業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觀察自己的心 就是說 修行 不管你 氣概 念粉 搭折 敗殘 都喜愛 回到什麼 回到觀察自己的心 有沒有平靜 平靜 安定 有沒有清楚明白 兩個重點 叫做專注 親民 專注 安定的心 安定的心 不隨著人事物 境界浮動的心 安定的心 平靜的心 平靜的心 然後 親民的心 清楚明白 很清澈 了解 我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我是怎麼做這個工作 做這個工作的利益 在那裡 你都很清澈 要先清澈這個東西 要不然 一天 人做 人做 我們就做 聽說 講得很大 聽說 路透社 路邊 路邊透露出來 道聽途說 大家都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 不然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不是 我們先去了解付法 佛道到底是說什麼東西 佛陀到底是說了些什麼 那麼知道了 我們到底要修些什麼 那我現在又修了些什麼 是不是真的有像佛陀說的 這樣說 這樣做 我就會得到這樣的果 我有沒有得到 如果沒有是為什麼 你要了解這個 你不是故鄉支 Christine 生 小小小小 想 businesses 很綽繽 偶惱 偶惑 河峰 要問清楚 婦說這是什麼意思 是怎麼要這樣說 我們不要了解 這很重要 不是說每天好喝就好了 等阿彌陀佛來就好了 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你如果不辦 這樣一天過一天 實在是你當作在修行 但是其實真的 跟修行沒關係 你把作業當作修行 業就是兩種類的 你如果沒有生業就沒有亂業 但是這業都是生死業 有法最重要的就是解脫離婚 你現代的婚 你未來的婚 你生死的婚 更為偉大 更為高級 就是 我們自己要離婚 我們也英雄別人 帶別人做會離婚 這叫菩薩德 你自己的婚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怎麼會受婚 我也不知道怎麼可以離婚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這麼婚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才會不用受婚 這兩項 有法在說這兩項而已 有法在跟你說 你是怎麼 怎麼會這麼痛苦 你有幾種苦 你是怎麼 你要怎麼做 才會不用這麼痛苦 在說這而已 所以叫做苦 對苦開始 因為世間有苦 有老婆死的苦 這是生命中的 生命中一定要有的 大家都有的 有生就有死 生到死裡面有老有病 這是生命中的苦 還有生活中的苦 願政會愛別人求不得 我要愛的東西 偏偏就沒有 我沒有愛的東西一大堆 偏偏不可以做會 我沒有偏偏偏每天做會 不開 這東西就是 這個願政會愛別人求不得 這在我們的生活中難以避免 難以避免 我們至少要讓他少受一些苦 所以要讓這個苦 苦的程度減輕 苦的時間縮短 苦的次數減少 要對這個 苦是對到來 苦對厚來 要對到來 要對煩惱來 所以你要對苦因下手 苦的原因 所以情修界定會 是為了熄滅貪生吃 沒有苦因 你如果沒有苦的原因 苦因你就沒有苦過 是這樣說的 你如果不知道 你的受傷到一點 是對你的心的煩惱在樂趣的 你也不知道 你上京也不知道怎麼上 就是不敢上 你上這部經是什麼意思 他教你怎麼受傷 你也不知道 我們從頭上到尾就好了 最好就叫做功課做好了 把京對頭上一邊過 叫做功課 做功課做了就有功底 功底我就可以送給這個 你連你自己有沒有就不知道 你要送給什麼人 什麼叫做功底 功底在哪裡有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有功底 吃這個東西 不知道有什麼應用 聽說應用很好你就會吃 你知道我一起來 吃這個東西 還沒有看到你 kuping 還沒有看到你 kwairo 還沒有看到你 在你自災 還沒有看到你 хватав Vienna 你說功底在哪一 notorious 什麼叫做功底 saúde 你吃了這麼多東西都說很營養、有機、有營養 吃吃,不然看你身體有用 不然看你比較有力 營養是在哪裡 站在哪裡一間一間 你怎麼出來,你怎麼不出來 你看我們很多外界人 不知道在太多 這樣不行,這樣一定要 你一定要回來了解 父法到底是在說什麼 現在這一節就是跟你說這個 這節很重要,所有父法的核心都在這裡 後面開始說怎麼變化 你看 所以 他說兩種,世間有兩邊 你真的出家,真的要收錢,要離婚的人 不可以這樣做 一種就是今天要吃戶 今天要吃戶 今天要吃戶,當作吃佈 不是喔 不是喔 付法不是要吃戶 付法是要離婚 但是一種,這是一種 無意相應,沒有意義 沒有利益 自煩苦事,是是非全盛法 第一,這是凡夫在做的 沒有意義的 第二,這種 自煩苦事 自煩苦 自己煩 自己煩 自己煩惱自己受苦 自己受苦 自己忍耐 自己讓自己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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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讓自己喝奶 煩惱 這種事 這種事 不是有帝府的人在做的 是是非全盛法 這種 這種無意義的痛苦 沒有特定我們 沒有特定我們去學習 無意義 沒有利益 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不是出家人應該要做的 不是叫你不要吃戶 叫你不要罵 就是收賢 就是為了要吃戶 收賢是為了要禮戶 不是為了要吃戶 這要怎麼知道 你自己無意義的苦 不能去做 有意義的苦 可以做 有意義的苦 叫做什麼 叫做陀陀行 陀陀行叫做抖手身心 混亂我們的身心 這不一樣 苦行裡面 苦行 苦行 我們的戒 我們的戒 其實是對外道的戒 苦行裡面 那戒裡面就是克制 戒重要就是 控制我們的心 克制 克制我們的慾望 不去做傷害別人的事 克制我們的慾望 然後不害 他重點在不害 不去傷害別人 不害喔 他重點在不害 不去傷害就別人 這是只是控制而已 但是裡面 苦行 苦行裡面 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就別了喔 他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意義的 有意有利的 有意義有利的 有意義有利益 一種是無意義無利益的喔 沒有意義的喔 只有傷害身體而已 那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喔 好 有意義ך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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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說我們都不吃苦,不是喔 要看這種苦對我們有利益嗎? 那種苦藥 不是說餃子一定要苦,不一定 有種辨碼可以做餃子 辨碼是一種餃子 甘蔗吃甜甜也是一種餃子 餃子不一定是苦的 但是那餃子如果在你的臂 苦你也吃 你說不可以,餃子一定苦的 這個這麼甜到一定不是餃子 辨碼是餃子 所以那餃子也是餃子 要看你什麼餃子 所以它這個東西偷偷形 它是抖手身心喔 讓你的身心可以 可以養成你 你這個 你這個心的集中力 或是心對峙欲望的能力 那這就有意義了 有比較有意義的 我們再來看看 他說 他說 如來 這兩項 第一 第一 這個 育勒 育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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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就是 這兩項事情都不是賢慎在做的 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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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不是真的佛道的地主要做的 賢慎法 不是可以讓你 不是可以讓你成勝成賢的方法 不是 這都要離開 育勒的方法 第一 要等 不可以有 不育勒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知道 比如說 我們 拯火 拯火 拯菊 拯菊 好 我們是怎麼拯火 拯飯 拯飯 我們每天都拯火 拯香 拯菊 有又拯水 我不知道你們拯什麼 有的人拯很多種 蜜酒 拯得很多 但是一般都會 固定的就是有火 香 如果前十五個可能有菊 不可能沒有 我不知道 有的人也有 香和火 好 好 我們是怎麼拯的 我們是怎麼拯的 你要拯的意義在哪裡 拯的目的在哪裡 活真的把你吃去 都被你在吃 為什麼 拯救我都被你拯 拯的 種的雞巴都被你吃 對不對 真的會把你吃 會很拯 會的都被你吃 會的也都在看 這麼使用會給你看 沒有 但是你為什麼要拯這 你為什麼要拯這 你知道意義在哪裡 你供這個不知道他的意義 你的心不出來就沒得到那個公道 供那個意義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感恩心而已 感恩 可以佛 佛教我們這麼多 可以帶領我們出道 你當作佛真的在那裡感恩心而已 你拜佛是為了什麼 你供佛是因為他感恩 你拜佛的公敬 公敬感恩心而已 你為什麼 一切佛法從公敬中求 一切佛法從感恩中得 你要因為你感恩 你親親三知識 你感恩這個聖地式 可以帶給你這麼大的利益 所以你有好者有好平 有好看 都先像這個聖地式 感恩 每一次的供佛 你都對佛由衷生起的感恩心 這就是重點 所以你如果會吃一個 你如果覺得好吃 你就可以去供佛 你如果不是 就很多借進去 佛衷不能供佛 宿起來不能供佛 供佛一定要四項 不能三項 不能兩項 不是喔 這樣不對喔 供佛是要保養你的感恩心喔 你拜佛是要保養你的公敬心喔 謙虛的心喔 你公敬佛 你感恩佛 你就像佛 好吃的好營的都想到佛 先來給佛 雖然佛沒有佛 我當作佛有佛 其實是這樣 那個心 因為你對佛越供佛 越感恩 你對佛法就越射手喔 你每天供佛 或是那種心 人家叫你去供佛 你問一問 每天都叫我 每天都叫我 你問一問 沒好啊 你也要供佛的心 沒有公敬心 人家拿著就放了 不是 你要培養這種公敬心 剛才穿佛 你待會要拿給我吃 你不吃到清潔 你不吃到清潔 或是用清潔 佛是要怎麼吃 你說他不吃 他不吃他 你不要供佛 你要供佛 那種心 那是培養你的心而已 你若不是 你就不吃到公敬心 因為每次供佛 你都沒有感恩心啊 你說你供佛有什麼公德 佛也不真的吃虛 佛也不真的吃虛 你說你有什麼公敬 我問你啊 你說這樣 我每天 我買一箱 一箱就放在那裡 就供佛 我就有公敬了 我每天點很好 乘香 一斤三萬五萬 點不扶佛 我就公敬了 都不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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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公敬在哪裡 我問你了 你說我有那個心 你有那個心 你那個心在哪裡 我問你了 你那個什麼心啊 你敢有那個公敬心嗎 你敢有那個清淨心嗎 你敢有那個感恩心嗎 沒有啊 對不對 真的 真正的公敬是對這個心來的 公德從心啊 所有的公敬就是你對心生出來的 就是七寶如來 從地湧出嘛 多寶如來嘛 所有的公敬都是 都是對你這個心地裡面生出來的 你的心如果是清淨的 如果是忠嚴的 如果是滋鼻的 如果是滋鼻的 如果是流氧的 那才有公敬 那你不是你鋼腔的 那你愚痴的 那你貪心的 你稱心的 你不感恩的 那個心是怎麼有公敬的 我問你啊 那你今天跟他在意說 哇 這肚子不可以抗佛 這感覺你不可以抗佛 不是 你如果會吃一個就可以抗佛 你如果覺得好吃 你就可以抗佛 他為什麼 我就覺得很好吃 我要先來抗 我要先來抗佛 要先給佛吃 那種心 那種心 慘慘培養 慘慘培養 那就是他的意義所在 你做聯合一個人的事情 你都知道 做這個事情的意義好在 叫做有益有利 有那個意義到那個利益 比如說 我知道我供佛是為了 要培養我這個感恩心 為什麼我們要抗佛 如果沒有佛 我們就像是切莓的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解決法 痛苦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好 佛佛在的實在是太好 我可以剛才說 都要佛佛 這樣 這樣 這樣你用公司 跟我們講這個道理 讓我們還要再想 實在是 生生細細 生細細 都要抗佛 所以我今天有機會看到佛上 你看 你看 夏禮佛就好了 夏禮佛是因為 馬聖比丘去接近佛的 馬聖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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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 夏禮佛講 緣起祭 他就進促過 帶他去 再帶他去 宿舍尿舍尿舍 拜宿舍尿舍尿舍 他生生細細 不是說生細細 他沒有後一世 他每天 他就很感恩 很感恩 這個馬聖比丘 他如果 起到王舍尘 竹林經社 就想問 馬聖比丘 在哪裡 在那間 他先去頂禮 先去頂禮 先去頂禮 公敬他 感謝他 你看看 我們就類似像這樣 馬聖比丘 夏禮佛 剛才有馬聖比丘 那樣感恩 公敬的心 我們剛才的 佛法也是這樣 先去頂禮 先去頂禮佛 類似像這樣 就是感恩 公敬的心 那樣 我們每天早晚 都在佛頭前在黏 大天在黏 那就是 要把佛公的 記在那裡 每天都要記 佛跟我們怎麼受傷 佛是怎麼受傷的 我們真的黏佛就是這樣 就是說 要黏佛的公敬 黏佛到底是怎麼受傷的 到底有什麼公敬 我們發這個元 我也要跟佛一樣 我學佛就是要生佛 我要跟佛一樣 佛怎麼受傷 佛怎麼受傷 佛怎麼說 佛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 是這樣 所以 怕你買一支 早晚 讓你要記佛 跟佛講的話 再黏一黏一黏 讓你買去 讓你知道 我們是要對佛是贏的 所以每天都要審 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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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佛就要向佛學生 規佛 規佛就要依法修憲 規佛 規佛就是 和佛提主一樣 做同行同願修憲 都要清清 所有佛提主 和佛的聖地子 都是斷煩惱的 所以 整佛就是要了解這個 要感悟 要跟佛一樣的感悟 整佛就要跟佛一樣的有貼佛 整佛就是要跟佛一樣的清清 佛提主 也是都等煩惱的 對佛 什麼佛不見 人家佛提主 叫做情 這都是對佛受行 對佛依法受行 得到清清解法 所以我們整佛也是 鄉佛的聖地主學習 其實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了解 你每天都在過一佛 三過一 不知道過一去哪裡 過一就是過一相 一就是一子 你到底是一什麼受行 你到底是鄉佛一個目標 在受行 沒有啦 不知道啦 這樣是不好 每天念三個都沒有規定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東西 要看 兩種 一種就是 著重在預熱 這是世間的反覆 在做的 一種就是著重 今天想要受 今天想要吃苦 今天想要受苦 喝苦 這不是 這是佛在做的 這兩種 都不是 都不是 真的佛提主要做的 這就沒有意義的 那麼佛如來 舍齒兩邊 沒有做這兩邊 我們說中道就是離兩邊 兩邊就是錯誤的 所以正就是政見 所以你看 那他跟你說 依中道而現等決 現等決 就是成等政決 叫做成政決 就是得益切智 那就是勝負的意思 就是說佛得捨離這兩邊 而成政決 已經勝負了 因為這跟吳比丘說的 吳比丘認為他捨苦性 他沒有苦性就是沒有受性 佛得跟他講 苦性不是對的 不是受苦 不是吃苦 就是離苦 不是 所以佛得不怕這個 不對的方法 所以現在還可以勝負 所以他說 舍齒兩邊 依中道而現等決 他今天如果繼續吃苦 他就不會勝負 今天繼續 他苦性來受傷 他就不會勝負 所以他說 依中道 就是離開 育、樂 跟苦性的兩邊 那麼 而成佛現等決 成等政決 演生自身 這兩種 演 演 就是地府的意思 自身也是 演能夠見色 就是他能夠見真實相 能夠見實相 建一切法的實相 可以看到 我們有智慧眼 我們就能看待實相 可以看到實相 真實相 那麼生起智慧 有這個洞察一切法的能力 有這個明白一切法的智慧 生起啦 生就是生起 本來沒有 現在有啦 那個叫生 我本來沒有 現在沒有啦 我本來沒有了解 我本來沒有了解 現在了解 得為所得 見為所見 就是以前沒有的 現在有了 以前沒有的 現在沒有啦 叫做演生自身 極盡 就是內心極盡 極盡 極盡是沒有煩惱的 完全沒有那種煩惱 什麼煩惱 貪稱吃的煩惱 那麼 所以 內心極盡 政治 有政務的智慧 有開悟的智慧 有正悟的智慧 得正確的 所以政治 這個智慧 得正確 那麼有政治 得正確 那麼 涅槃所知 涅槃就是我們說 那麼 這個知就是知量 因為有這樣的 因為有這樣的覺悟 所以能夠贈得涅槃 可以到達涅槃 那麼 那麼 就是 這一些都是你正涅槃所必須要的資料 就是智慧 以及沒有任何煩惱 那麼 涅槃就是滅一切苦 滅一切苦 一定要斷一切煩惱 那麼一定要有一切總治 就有一切治 斷一切煩惱 那麼就可以滅一切苦 一般人叫做禍業苦 禍業苦就是 你沒有智慧 愚痴 所以 你會造種種的業 種種的業 就會受種種的苦 那現在 你就是 煩惱 煩惱心做 種種的業 種種的業 是有種種的苦 種種的苦 又又起種種的煩惱 種種的煩惱 又做種種的業 就這樣一直循環 就是輪迴 輪迴不移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 你有地位 不於是 有名 有言 有志 所以你沒有做 你等煩惱 你急進 你沒有一切煩惱 你等一切煩惱 等一切煩惱 等一切煩惱 你就等所有的生死 你因為你沒有煩惱 所以你就沒有苦 你沒有煩惱 所以你就沒有煩惱 所以你就沒有煩惱 沒有生死的煩惱 沒有輪迴的煩惱 你沒有輪迴生死的煩惱 是因為你沒有煩惱 你就沒有一切煩惱 煩惱 這做煩惱 你現在沒有煩惱 你就不會做生死的煩惱 沒有生死的煩惱 你就沒有生死當中 種種的苦 就是這樣 你的苦就因我死滅 這是說到這個 如果這都對你有正確的受刑方法 你如果沒有正確的受刑方法 你是沒辦法受刑的 你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 再說 朱比丘 說他BQ 什麼叫做如來現場 忽有一切字 衍生自身 極境政治正絕 跟我說的 涅槃守之之中道 說到這個地位的中道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跟我說 叫什麼 巴正道 風法 受刑政策的風法 沒有離開 巴正道 巴正道你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說過後 有下課 巴正道就是我們來講的界定位 所以我們來講中道 從 離苦樂兩邊來講 正確的方法 他其實是正確的方法 從錯誤的就是離苦樂兩邊 從正確的就是巴正道 你看看巴正道 第一個就是政見 政思維 政見 一般世間的政見有兩種 一種就是世間跟初世間 那世間的政見 你看看 世間的政見 跟初世間的政見 你都要先有 你要先了解 世間的政見 就是有善有惡 有悅有報 有善惡 就是要明白善惡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咱修圍也一樣 什麼是出界人要做 什麼不是出界人要做 什麼是做的對我們比較好 什麼做的對我們不好 這都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你做越多 你是越完翁 真的 那 那 我們不妨 我們不妨 都一直在做策謀的事情 你看那位 很多出界人 老人要往生 都想煩惡 他要去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你不是說要往生 採託嗎 你還要去抓那些吉他 你的骨頭褲抓那些吉他 你的人去抓 採託 這樣是有什麼路由 你不用去煩惡 要去抓一個吉他 有的人更要執著 我還要在地中佛祂的旁邊 五十萬 如果放在客廟旁邊 五萬 你放在地中佛祂的旁邊 地中佛祂的幫你補鼻嗎 不是喔 我告訴你這個 這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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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通三次 然後有凡勝 有凡有勝 有凡有勝 那處世間的就是三法院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諺盤其境 一切法是無好 那你得到五我 你才可以折捏盤 捏盤其境 那從諸法無我裡面 了解到緣起 緣起 四地 從緣起知道有四地 那麼 從緣起知道有中道 那麼 這裡 其實就是 政見 那政見要正思維喔 要知道他的意喔 知其意義喔 這要知意喔 所以 我常在講啊 法 聚意 無上聖身為妙法 這個法 那麼 法加起來就是聚 叫做法聚 法聚 重點就是他的意喔 他到底在說什麼 你要了解喔 你要正思維喔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他到底是在說什麼 我們要了解喔 你如果沒有了解喔 每天想每天想 不知道在想怎樣 請一遍 十五遍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想三個 打瘋 還不知道在尾當 每天在尾身 不知道在尾身 怎麼 我不懂在問 真的 大家都在念佛 不知道在念什麼 真的 每天在拜佛 不知道在拜安爭 拜身體健康 念不完 的 這樣不意義 所以 所以要正思維 政見正思維 然後政見正思維 你有沒有正思維會展現在哪裡 展現在你的行為上面 正與正業正命 這個是生口 這個是口 這個是生 你說你有政見 結果你又有殺到贏 你又有兩舌惡口望於其餘 你又沒有正命 正命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都是有傷害眾生 有傷害解脫的 你說你有政見有正思維 你都不知道政見是有善有惡嗎 你都分不清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什麼是應做什麼是不應做 你都分不清 你說你的政見在哪裡 這四千政見啊 你都不知道這種善業有 這種惡有惡業嗎 這種惡業有惡報嗎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才會做 你因為不知道 你說我知道 結果你都去買 吃來 身體也不好 繼續吃 你說你知道對身體也不好 你也會吃 這樣你不真的知道 所以他一定會 你的政見政思維一定會表現在什麼 你的正與正業正命裡面 你說你有政見 你都在煩惱說 我每天煩惱就是煩惱 很多出家人 都這樣 煩惱我死 沒人給我做念 煩惱我死 沒人給我做巧度 沒人給我做發肥 就還要留一百錢 記得喔 我這要拜兩逢不慘的喔 我這要做三十四年的喔 要請什麼人什麼人幫我做喔 這就沒有政見了 我打拼了 要跟我拜有慘喔 翁仙伯要去教喔 我跟你說 這都沒有意義 我跟你說 這不是政見喔 這個就表示你沒有政見 因為你沒有正命 你沒有正與正業 正經經 正念 正定 因為 因為我們說過要向解脫 你要有涅槃極境 有煩有慎 修行就是要超煩入慎 從煩轉煩成慎 修行你為什麼要出家 你為什麼要收音 不管在家出家 你就是要第一個 你就是要第一個 我們講說 離苦的 得了 更究竟的講就是轉煩成慎 轉煩成慎 超煩入慎 好 所以有煩有慎 所以你要知道喔 我現在是煩乎 但是我經過的時候可以比性價 可以改團 所以你要怎樣 改團一定要無漏會 解脫一定要有無漏會 要有智慧 解脫一定要有無漏的政見 要有無漏會 你才能見到這個 出發無我涅槃基金 要得涅槃 要有無漏會 你要有發的負負 你要發的負負 有發的政革 工 你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有智慧 無漏會怎麼來 無漏會一定要留定下來 一定要有鎮定 你沒有鎮定 你沒有正確的鎮定 你沒有鎮定 你沒有鎮定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漏會 你沒有正念 你沒有辦法有鎮定 你沒有精進 你沒有辦法 有正念鎮定 引發無漏會 所以你真的要改團 你要有發正 這個只要是會 有漏會 會是從有漏會到無漏會 有漏會到無漏會 那無漏會裡面 無漏會裡面 從有學到無學 出國 二國 三國 都是有學到無學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這個合起來講 就是八正道 這個是會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戒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定 那麼由定 又引發出世間政見 由世間政見 到出世間政見 那麼由定引發無漏會 那你就是這樣過 這個就是八正道 在家出家都一樣 你說你在家 運命也一樣 那在正面就是 你也是不害 你也是要有戒 那如果 你如果不這樣做 所以他跟你說 他說這個中道 你說你是怎麼做 那要怎麼做 到有法度 像不一樣的 現等政決 遠生自身 極盡政治政治正決 涅槃所知 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極盡涅槃 你可以滅一切苦 涅槃就是滅一切苦 滅一切苦 一定是滅一切煩惱 是怎麼收到沒煩惱 是怎麼收到沒苦 是怎麼收到沒生死 要怎麼收 要八正道 八正道 第一就是要政見 政見就是要了解 這副法到底是什麼 要政思維 政思維就是要三種 那就是說 你不是只有念 不是神經 關自在菩薩 行長波羅波羅 彌陀祀 沒有 不能 沒有 這就是思維 跟修行 我們知道喔 我們把這個講到下課 智慧不是你天天唸心經 叫做般若經就有般若喔 不是喔 智慧 我們說過智慧 智慧的詞字就是文詩修正 沒有離開這而已 文詩修正 這有些人是在大支援裡面說四種陀螺 文詩陀螺 文詩陀螺 這裡是錄音聲 這裡是思維分別之陀螺 錄音聲陀螺 跟實相陀螺 陀螺音就是種詞 對法的種詞 那這是智慧 陀螺音就是種詞 不是咒語喔 不是咒語 總一切法持一切意 總一切法持一切意 你得到實相就是一切智者啊 一切智啊 一切智就是知一切法啊 你看喔 這佛法是這樣喔 知一切法的實相啊 你智慧是對文詩修正來的 那文詩修是有漏會啊 正是無漏會啊 這是從有漏到無漏啊 你看 就是從世間的政見到出世間的政見啊 要把這佛法喔 要把它貫通喔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文就是什麼 清清戰士聽文正法 他就是有政見啊 先有正信 正見 正信 正見 那麼聽文了之後你要想喔 你要思維 思維有三種嘛 要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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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理思維 要專注的 先要專注你才有力量 要專精思維 這個是佛弟子 每次聽佛說法都這樣說的 我文法後 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不犯一柱 我文法後 他都是請佛跟他說法 請佛為我略說法要 我文法後 就是叫佛跟他說怎麼解脫 他都會講喔 我文法後 文 佛說的法都是正見的嘛 我文法後 獨一進出 會找一個地方 安靜的地方 因為重點要讓心靜下來啊 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好好的想清楚 那佛頭有時候講 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我現在跟你講 你要穿得很聽 你要穿得很聽 聽到齁 要想得到 想得清澈 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所以你看 專精思維不犯一柱 就是一直這樣 到我成就為主 我都一直正念正知 所以要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還要塑塑思維 要不放義 要一直這樣啊 那麼念之在之的 要塑塑思維 你要這樣修 那施之後 要怎麼樣 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要依教奉行 要去做啊 那這個修基本上 都是要配合著正經進正念正定來修啊 你要去關乎我 在身心沒有障礙的情況下 有戒你就有暴障、夜障、煩惱障 那你的心又和你的安定 沒有調舉 沒有調舉 而且沒有這個分塵 非常專注、親民 沒有 因為這個時候是不能成就嘛 你無路會不能成就 有調舉 有分塵 調舉、分塵 前面 有所謂的 夜障、暴障、煩惱障、有障礙 有優惠 不持戒有優惠啊 然後有障礙啊 三途八難的障礙啊 然後你雖然沒有這些 但是你的心有煩惱障 有調舉 有分塵 你也是沒辦法成就啊 所以要怎樣 要如理思維、專精思維、塑塑思維 要有正念正定 要正經進 正經進、正念正定 不放益住 那麼你這樣做了 你這樣做了 那麼 努力去修行 依著佛法 比如說觀乎我 觀色 色瘦想行事 無常 或是觀 色如巨魔 瘦如水泡 想如揚艷 行如芭蕉 事如我 就這樣觀 或是你要觀 過去信不可得 現在信不可得 未來信不可得 或是你要觀 這個一切有為法 如夢 如煩 如泡 如影 如露 如電 都可以 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豪醜出息遠近 你就是這樣去觀 一個一個觀 觀到你知道 世間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 這叫做修 那麼 文師修 那麼修到 你正路了 衍生自身 極盡 這個 治正 就是說 這個正路 你就是涅槃所知 的正實相 這是這樣 這收音是這樣 所以文師修正 不離開這個 那所有的文師修正 都不離開 對身心的觀照 都不離開 對身心五運的觀照 離開這個 離開這個 沒有解脫 沒有成佛可說 沒有佛法可說 真的喔 你說你離開 對身心的修行 身心的觀照 其實就離開 對佛法的利益了 就是因為它重點就是 你苦是你身心在受苦 你煩惱 是因為你的心在煩惱 重點就是你的心在苦 苦受 你的心在煩惱 你的心在造業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你這個心 不分析你這個心 不控制你這個心 不調伏你這個心 你是沒有辦法成就的 所以所有的佛法 不管修戒修定 戒就是控制你的心 定就是讓你的心有增上力 調伏你的煩惱 讓你的心有專注力 有力量 會是讓你的心明白 讓你的心有智慧的力量 那你如果沒有對這個地方下手 你怎麼想 你就沒有效 沒有什麼效 所以 我們真的要受益 一天 虽然過一天 你的一天 和我的一天 都平 你的一天 和我的一天 都平 我的一天 和夏理會的一天 都平 但是 人家一天過一天 人家五分法身 一分一分圓滿 你那個是煩惱一天一天增長 那是不一樣的 我們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到底這天過了 我們都在地上過 我們這天過了 我們以前的煩惱有比較少嗎 以前執著的東西有比較少嗎 以前貪戀的東西有比較少嗎 煮臂有比較少嗎 安定的心有比較少嗎 執著的事情有比較少嗎 更會圓融欄 更會喝苦 更會喝喝 更會保持 這要知道 你如果一天過一天 你發言說 我一天一天在進步 你會越修越發誓 真的 因為你看著自己進步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那麼你就會覺得我向上向上 像什麼 像解脫 真的 你很有信心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解脫 但是 我知道這樣做一定會解脫 所以你不會煩惱 很多事情 你就是不然 你也不會煩惱 因為我知道 我只要這樣繼續做 我就一定會解脫 所以你也不會煩惱 你不會煩惱 什麼時候會死 什麼時候會判斷 什麼時候死了會怎樣 都不會煩惱這個東西 你就會安定 那個安定的心 就會在你讓法上 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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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清楚 因為你的心都集中在法上面 而不是集中在煩惱上面 憂患上面 不會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心 都在境界上面 上未來 上過去 上現在 上來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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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怎樣 心都散開了 都沒力了 你的心全心在法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外面的心就比較少 你就很容易得到成就 真的 你的地位 你說我都記不起來 你都記 那些煩惱的東西 你怎麼有什麼事 給我記 沒有 就記不起來 你的名字 你怎麼記起來 你的新聞情侶 你怎麼記起來 你的新聞情侶 你怎麼記起來 那就是很重要 你每天都可以 你怎麼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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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你幫你 叫你自己一車回去 你怎麼回家 也會啊 那不很複雜 你怎麼回家 就常常回家 那就是我們家 我沒記起來 現在的煩惱 你如果沒記起來 沒記起來 你怎麼記起來 你很多心理都分散了 沒力 你聽不 沒力不是你人 是你很多人都用在那裡 只是說你沒錢 是你 你花的花的花都沒錢 你所有的錢 都集中在那裡 所有的錢集中在那裡 我告訴你 你就很有力 越受越有力 你賣的就越受越沒力 真的喔 這很重要 好 時間到了 要講的就半面了 好 按和長為相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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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